大家好 看到前面就先比了嗎 我們來猜猜看他們要多少錢 在七月初的時候呢 我在SKB的臉書粉絲專頁上面看到了高雄有文具裝到寶的活動 很羨慕的 没有想到在7月中旬我发现了台北门市竟然也有一样的活动 所以就立刻赶过去 SKB台北门市的所在位置呢 是在捷运台北车站的地下街Y13出口 一出来的正对面二楼位置非常好找 我们一走上二楼的门市啊 可以看见琳琅满目的SKB商品 那其中有一区业者是设定为特惠好物区 也就是这一回的活动主要区域 我们要先选择250元或是150元的指定袋子 就可以开始把特惠好物区的笔门装进去 在袋子没有被塞破的情况下 能装多少就可以带走多少 那我个人呢是选择150元的小袋子来装 我们来看到特惠好物区的笔呢 有一些很常见的自动铅笔 彩色毛笔中性笔还有油性笔 那其中我挑选的大部分是中性笔的品项 我挑的像是有这种刺猬造型 还有小狗的尾巴和小猫的尾巴 以及这一种有小天使的笔 还有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一般常见的笔 我觉得像那个一直后面可以按的那种动物造型啦 會讓人家非常煩惱 覺得很棒 我要再開會的時候按 那特別點出來的是像這個小狗小貓這兩款筆 在本網上的售價是6隻150元 回門 這些筆的造型、墨色還有出水的穩定度來看 都算是蠻中規中矩的 像是其中有一些比較特別可愛的 就可以讓小貓拿去送給義工服務的小朋友們 那像我平常上班採訪的時候 大部分是使用SALASA、火汁筆 還有UNIBO的0.38 長期用下來也是一筆 算是有一點可觀的開燒 其實那你這次這一把禁不就剛剛好啊 有段時間不需要補貨的 耶 我們使用150塊錢的新台幣 購買到的筆有28隻 不過會擺放在特惠好物具的筆 單價都不是太高的筆 所以說如果你是特別講究 筆的顏色一定要非常多元 或是設計要非常非常超高質感的話 那可以到旁邊的其他區域來尋寶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是在讀書或是工作方面 對於筆會有大量需求的話 那這一波活動會是非常經濟實惠的好選擇 除了文具裝到寶活動之外呢 SKB近期也推出了這一款自填式軟毛墨水筆 噢 他們都長得一樣啊 沒有錯 我本來是想要只買一支就好的 因為我只有一罐墨水 但它現場呢 說一支筆是51塊錢 六支是198塊錢 這麼划算 我當然是全部都要買起來 送禮自用兩箱儀 不過呢 這個東西要怎麼安裝呢 好 那現在就讓我微微道來 我們先拿出鼻管當中的棉心 先把它放進我這唯一的墨水瓶當中 噢 你看 顏色出來了 我們差不多有九層顏色的時候 就可以準備拿出來 再用紙把棉心的外圍 輕輕的擦拭乾淨 最後把棉心放回鼻管 蓋上蓋子 等墨水流到筆尖之後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簡單了了 那它寫起來像是彩色筆的感覺 噢 顏色挺不錯的 不過呢 因為我的墨水不多 所以其他筆管呢 可以拿來分送給一些有在寫字 然後又擁有非常多美麗墨水的朋友們來使用 以下開放報名 Yahoo 我覺得你今天是一座3D的DEL CABIN 所以就立體化的意思嗎 對 沒錯 恭喜你今天選就了3D SKB近期推出了一款 軟毛字田墨水筆 要不錯 字田式軟毛墨水筆 完全不對 小小小朋友 送給一些 有墨水又有在寫字的漂亮朋友們 嗯? 哈哈 怎麼算稱讚朋友 啦啦啦啦啦 這一集我們是筆的富翁 我想問您有沒有寫字 或者是蒐集筆的習慣呢 對SKB推出了限定活動和新品 有什麼推薦或者使用心得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們分享哦 頻道訂閱按讚分享器 來一起當筆的富翁 大家掰掰 Bye